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恐怕远比外界预估的更大 周五中共人大 今年罕见 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 不提出全年GDP目标 改喊稳就业保名声 中共人大会议周五召开 外界聚焦经济政策 尤其中共肺炎疫情影响 第一季官方宣称的GDP数据 已经衰退6.8%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今年不讲经济成长目标 改喊数十次稳就业保名声 面对投资出口都下滑 当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发行一兆元抗疫特别国债 2.5兆规模减税降费 更要官员勒紧裤带 就业压力显著加大 当局罕见不定下GDP目标 学着研判官方试图避免 再次出现4兆人民币 应酬支出的产能过剩 却也凸显总体经济压力巨大 中国大陆为了刺激经济 试图以大规模财政措施 扭转困局 但学者对政策的执行效率 态度甚深 此外也有分析认为 今年中国财政收入恐怕步入衰退 加码人民币印钞后果将导致潜藏 债务问题爆发 继续不加大通货膨胀风险 新打电视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